台灣的室內設計在國際上來講算是 數一數二發達的一個國家的產業 因為隨著資訊交流跟網際網路 跟人類的旅行便利性都比以前還進步很多 也都有跟國際在做接軌 那我們亞洲地區的話 除了一些傳統的藝術設計之外 可能在西方國家他們對於技術這個層面 達到比較深層次的深化 影響所及讓我們東方人對西方文化也產生一些景仰 除了學習歐洲的方式之外 國際化是一個必然的一個趨勢 不可避免的它不是未來 它其實已經現在就在發生 它是一個現代性顯示 台灣的設計一直不斷地在創新 國際的設計也一直不斷地在創新 不管是具象的或是抽象的 創新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但是在地化是絕對文化改變 台灣跟國際的設計其實已經越來越融合了 不管是空間設計或是相關領域 其實在講的更是文化這件事了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東南亞的社會裡頭 泰國的設計也非常的強 這個都有他們在地的特色 未來我們室內設計的走向 從事一個設計工作者 我們怎麼去用敏銳的心思 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 以各個城市的文化為基礎 所以設計應該隨時有那個地球村的觀念 大家融合在一起 所有人的生活跟文化都脫不離關係 這個也是我們很期待的一個未來的願景 未來這50年更是重要 我想東方社會 它其實在文化的底蘊上面 並不輸這個西方社會 我們的文化沒有斷過 是外國人所能有的 我們應該以語為傲的 包含了我們的宗教文化 廟語文化 技術的部分你可以強化 但是回頭在設計的靈感上面 你要從母體的元素裡面去做追尋 未來台灣設計 要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 我不是說 我現在做的感覺 我是超哪裡的 超日本的 我是超歐洲的 超極見的 唯有文化的根基底 底蘊深厚 你才能夠透過這樣的底蘊 去讓你的理想 能夠發揮到靈體經濟 那這也是我們期許 將來我們在不管是台灣 或是東方社會 漸漸的這些母體文化 都在各地被發揚 都應該要去不斷的積累 這也是我們一直扎根椅追尋的東西 很期待台灣的下一個50年 會是一個更充實更豐富的 更充實更豐富的